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廖先祥家族位在戏指的住处 被周刊贴报是大行违剑 新北市府接获检举之后也前往会刊 新北市府分别召集了包含地政局 农业局 工业局等等同仁来进行联合会刊 确认该动建物用地是山坡地保育区 农牧林业用地 因此部分用地是没有拿来做农业使用 已经违反了区域计划法 已经要求违规人在7日7天之内要陈述意见 并且在30天之内做改善 如果逾期还是没有改善的话 将会处以6万块钱的罚还 地政局也强调对于接获检举的态度一致 判政党不要把案件无限上纲 而且政治化